今早的AT 国库推介 第一是联想992 联想目前业务遍及全球多个地区 按业务类型划分 可以分为传统个人电脑、平板电脑等业务 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方案 亦即提供云服务等 中金相信PC业务有望在下半年迎来温和复苏 而联想作为全球PC龙头或优先受益 高盛相信联想的核心PC业务收入将会止跌 摩根大通亦认为联想估值不高 加上未来6个月PC业务复苏提供良好的风险回报 另外大行预测基础设施方案ISG将会受惠AI发展 高盛说到联想作为PC、智能手机、伺服器等 AI关键终端设备的全球领先品牌 相信持续受惠于AI技术提升 预期新AI功能增强将会为终端设备需求带来支持 中金亦认为AI内容生成的超预期发展 有望驱动伺服器市场 尤其是AI伺服器长期加速向好 综合券商预测 预料联想收入在2024财年可止跌回升 但无利率下跌加上折旧研发支出持续增加的情况下 预料纯利到2025财年才能止跌回升 建议投资者在联想股价回到8.3买入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8元以下 可以加多2倍注码买入第二注 年底前先看9.7的水平 跌穿7.4便适而止虧 另一只推介是东亚银行23号 只长预期今年本地银行股的业务改善 其中东亚银行正息差亦可持续扩 加上今年预测股息率达到7.8厘 到2024年更加达到9厘 令到东亚可视为收息股之选 回估2022年的业绩 受累经济环境 本港银行股普遍出现盈利倒退 东亚在2022年录得全年纯利 按年下跌17% 但撥备前利润即PPOP 就见到复苏势头 期内未扣除减值损失的经营日利 按年上升了25% 现在市场共息 东亚2023年的盈利预测是51亿 相当于2022年43亿6千万 按年增长17% 相信退派息是有支持的 市场预期 东亚今年每股派息可以达到8毫2 和去年全年8毫1相弱 到2024年的股息预料可以达到0.969元 以这个派息预测 反映今明2年的股息率可以达到7.8厘 和9.3厘 本地银行股向来都是投资者的收息之选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业务稳定和高派息 预期今年本地银行股业务可改善 东亚凭着8至9厘的预测股息率 相信对股价有一定支持 股价上东亚市涨率只有0.3倍 在本地银行股当中属于较低的水平 股价吸引 另外东亚在港股当中为数不多 可以以股代息的股份 对于想长线吸纳这类股份的投资者 有一定的吸引力 走势上 东亚近日是随大市汇套 有二手式的投资者 可以趁着股价调整的时候吸纳 股价短期支持位大约是10元 中期而言可以视9.5元为支持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